很多人都以为剁椒鱼头是蒸出来的 那你就是大错了 其实不用蒸的剁椒鱼头更好吃 先把鱼肉厚的地方打上花刀 这样会更方便入味 油热倒入葱姜蒜 炒出香味 放入金针菇 喜欢吃腐竹的来点豆皮 有条件的再来点豆腐 摆上鱼头 剁椒鱼头想要好吃 这个剁椒酱是少不了的 它可是大厨根据比例调制好的 不用你再放其他的任何调料了 淋入点生抽提鲜 倒入一瓶啤酒去新增香 扣盖小火焖煮15分钟即可出锅 这样做出来的剁椒鱼头肉嫩味美 连汤汁都可以吃俩大碗米饭